大家好啊 大家好 再加两个字 大家精神好啊 这么晚了 师父刚刚到 还有应酬 很累 你们知道我很累 但是你们看我现在累不累了 因为我看到了最不想看的你们了 大家开心了 些人是跟踪追际啊 我一到澳洲一直跟到今天呢 大家要记住了 学佛人心中有佛 不一样的 境界不一样 人生不一样 很多人真的一辈子 就是为了三顿饭一个工作 最后倒走掉 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活着有意义啊 我们活着是为别人活着的 不是为自己啊 我们不是个自私人 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一般普通的人了 我们先学圣人 有些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就得靠自己来解决 你说靠别人靠得住吗 靠得住 对了 你说我靠你们靠得住吗 靠得住 靠得住 对不对啊 你看 弄一个舞台 正正规规模好嘞 还弄个梯台 那个梯台什么意思 大家听得懂吗 不要拍啊 不要拍我这个 这梯台是这样的 要记住啦 学佛法喜就是学的对了 如果学佛学到后来越来越难过 越伤心 那你学偏了 菩萨到人间来 把佛法带到人间 是让我们离苦得乐的 离苦得乐 你学到后来越来越苦 你说偏离着佛法了吧 那么你看看 现在全世界一千万心灵法门的人 各个越学越开心 那就离苦得了 他们你说明正的呀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师父没来 大家坐在那里干干净净很好 对不对啊 师父一来精神都来了 你看我刚刚出机场的时候 对不对啊 他们六七个人站在我边上 好像要保护我一样的 他机场里的保安就下得不得了 这几个人呢 对不对啊 跑出来一看 这么多的 对不对啊 我们的义工在那里欢迎师父 他一看 哦 原来如此啊 那 跑到 跑到法国来了 这次法国更厉害了 法国是万人 法会啊 不得了的 啊 这次在意大利都没想到啊 米兰我是没去过啊 从来没去开过法会啊 第一次去啊 他居然能够接近五千人 也不容易了 说明学心灵法门的人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啊 开心啊 好啊 很多人过去觉得 学佛了 好像很boring的 boring听得懂吗 我知道你们 反正有些人听得懂 听得懂 到底听得懂 听不懂 不知道 听不懂就是 好像觉得非常的 boring就是 没劲 好像哎呦 拜拜佛了 哎呀 不想接受的 现在你看 各个都念小房子 念经 每个人都觉得碰到事情 就要靠念经来解决 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盏明灯 什么明灯啊 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有了问题 菩萨会保佑我们的 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一个人心中 有一根水泥柱撑住自己 那你就不会走偏差 如果你偷懒了 如果你觉得 哎呀菩萨灵不灵啊 那我这次 在那个 在那个 米兰 跟几个佛友 正好小规模的碰上了 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事情 我说有些人说 哎呀拜佛怎么不灵啊 我问你们一句话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这个房间里边 你们告诉我 有没有音乐 没有吧 对不对啊 现在没音乐吧 但是你有一个收音机 能不能收到音乐啊 好 那么没有收音机的人 有没有音乐啊 他不相信这个房间里有音乐 对不对 好 收音机很差的 那听得到音乐吗 一点点 如果像四部这种收音机 很快的收到音乐了 从这个道理上 就是讲给你们听 菩萨是在天上的 他永远在的 只是你们看得到看不到 收得到收不到他的message 听得懂了吗 你修的不好 相当于一个收音机很差 没有质量 你修的好的人 这个收音机里边的 电路管就清楚 就能够收到菩萨 很清晰的一种话语 这是靠修的 你的收音机的敏感度 好不好啊 我说对不对了 对不对啊 你们这些孩子真的 智慧真的长很多了 跟过去不一样了 你看我一讲话对 对 对不对啊 各方面都在进步 包括吃饭也在进步 从米兰吃到法国巴黎 免费餐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啊 我告诉你啊 生在腹中要知福 不是不知福 你们知了 药知福 因为你们记住啊 有多少人 我曾经跟大家讲的 开示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 你们想一想 很多人说 哎呀我这一辈子真苦啊 真苦啊 真苦啊 带你到医院里 重病房去看看 那才叫苦呢 全身吊着针 有的人说了 我一辈子默默无闻啊 无所作为啊 我真的郁闷啊 你把它带到坟上去看看 很多有作为的人也在那里 很多没作为的人早就离开了 所以你今天能够活着 你就是可以有作为的人 我告诉你们 有本事好好地活着就是成功的人 过去我给你们举例子说 阿拉伯王子33岁一个节死了 美女漂亮的大厦 钱堆如金山啊 他们这国家真的是阿里巴巴的地方 真的有钱啊 明白了吗 好 33岁命没了 对不对啊 这次又死了一个王子 22岁 什么都没了 你们想想看啊 有钱有名有利有什么用啊 我们呢 民不多 利不多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心中慈悲多 我们还活着 活着 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你已经是成功一半的人了 因为我们活着 能够对父母亲好 因为我们活着 能够帮助到别人 因为我们活着 自己活着 就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死了 你怎么照顾你的孩子 对不对啊 这是对妈妈来讲的 对孩子来讲 现在年轻人 动不动自杀 动不动我不要活了 什么叫不要活啊 你怎么不要活 你死了 爸爸妈妈更痛苦 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想过没想过 你的爸爸妈妈 会如此的痛苦 你想过没想过 以后 爸爸妈妈没人养老送终 你孝顺不孝顺 你就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不能活了 我没面子了 我死死算了 这些人不是学博人 我们有孝心的人 哪怕吃点苦 那叫忍辱尽尽 拼命地去努力 在人间创造一些 让自己慈悲心 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一些力量 一些时间 一些地点 那你就是一个菩萨 很慈悲的人间菩萨 对不对啊 想想看你们过去啊 没学佛之前整天忧郁啊 还有很多人呢 我经常一苦思甜 想当年我最早的时候 路过法国 那个时候师父已经有弟子了 不是弟子 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信众 只有大概一百个左右吧 路过这里 他们住了个小房间 临时的 听说师父要来了 那个时候 师父真的感动啊 到法国来第一次 没想到 当时听说法国的条件很好 住到酒店里 冰箱没有 空调没有 那吃的东西要坏怎么办呢 我们那个马阿姨 就把师父要吃的东西 拿根绳子 掉在窗户外面 这是真事 大概有六七年前了吧 想一想了 还不止了 七八年前了 你想想看了 观音堂没有 怎么办呢 我们多住了一间普通的标房 把床 床全部翻掉 在那里设一个 这么小的佛堂 我们照样拜佛 到了今天 能够来开万人法会 这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 想一想啊 一花独放不是春啊 百花齐放春满园啊 师父跟你们讲过 很多东西你们要记住 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你对别人多讲几句好话 人家就会对你多好 你跟别人多笑一笑 人家就会对你多笑一笑 对不对啊 如果你对别人好 人家对你凶 那么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前世的冤结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知道吗 神经病 脑子坏了 人家对你好 哎呀你好啊你好 刚刚好 那么神经病啊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 现在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你对他好 他对你闹 这个叫什么 这叫不思想 没有佛法的精神支柱 佛法精神支柱是什么 慈悲啊 原谅别人 心疼别人 看别人每天做的事情 要形成感恩之情 对不对啊 师父就很感恩啊 我吃饭也感恩 我坐火车我也感恩 我这次坐火车我也感恩 看看他们做的那个花 多漂亮 也感恩 对不对啊 你看这个梯台 嗯 以后呢 这个台就不要这样了 主要问题呢 为什么放前面呢 因为梯台不做的话呢 平的你们可以到前面来一点 那么人可以多一点 可以跟师父多接近一点 对不对啊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跟老妈妈老伯伯握手啊 因为他们闻佛法闻了比较晚 因为他们年份不多 真的 你们想想看了 一个人啊 人生七十古来西啊 想一想过去唐朝啊 宋朝的时候 人啊三四十岁就走了 我们现在七十岁啊 但是你们想想 已经有多少五十岁的人了 有多少六十岁的人了 还以为自己可以几十年活了 你们想想看你们的爸爸妈妈 在人间一辈子 为了你们这些孩子 为了一日三餐 他们得到了什么 他们最后走的时候 能带走什么 难道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吗 你们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你们吃饭不要钱了 已经 跟我好好地记住 想一想 这次到马来西亚去开法会 你看看马来西亚的义工 让我们多感动 下雨天啊 撑着伞自己拎着 晒太阳自己晒着 把伞给人家撑着 你看看他们那些阿姨 还弄卫生间 不停地进去洗 还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阿姨我告诉你啊 真的是菩萨心肠 你看对每个人都这么好 几万个人的法会啊 你看看要多少饭啊 要多少水啊 人家怎么做功德的 所以你们啊 到了这里啊 要尽量多做功德 我已经跟你们说了 每一次法会菩萨 至少来 来多少啊 好了 你们都比我知道 以后你们来看图腾吧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 对不对啊 你们跟师父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的 我们几个我身边几个小朋友 跟我在一起也很开心的 对不对啊 你看那天 他们叫我算钱 搞不清楚 就买东西了 报销 我眼睛一闭 因为我数学不是很好 学文科的嘛 我眼睛一闭就这么看 算不清楚 眼睛一睁哦 边上所有的人都合掌 我说你们干嘛 师父在看图腾吧 对不对啊 人活的最要紧的是什么 开心 对不对啊 弥勒佛开心吗 你们怎么跑出去 一看弥勒佛 哎呀弥勒佛摸肚子 你们怎么开心啊 你要记住了 人活在世界上开心长寿啊 伤心短寿啊 医学界讲啊 伤心是伤肝啊 生气生肝啊 肝气不好 那么一下子生气的话 肝不会坏掉 不会生肝癌 但是你天天生气 你每一天气十分钟 你的肝就会坏十分钟 慢慢慢慢时间长肝癌啊 这些人不能生气的 哎呦一生气肝气痛 我告诉你 你就是在众阴德国 你就是在承受你自己的果报 有本事你知道孩子讨债鬼 让你生气 我就不起 有什么好气的啊 还债 还债嘛就好好还 知道了道理 你还要生气 你叫不明理啊 对不对啊 看看你们在一起 真的也是很开心啊 对不对啊 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够想通想明白就是开心 而且呢 你们进步很大 尤其你们最近念经 听说都进步很大 坐在观音堂里 真的 经常 啊 就这么 哎呀 睡着了 然后醒过来之后呢 不知道你今天是大悲众还是心情 师父跟你们讲心里话 坐在观音堂念经最舒服 我告诉你 人为什么容易在观音堂念经呢 就是说睡着 因为平时就像汽车一样 开汽车啦 不停的在开 因为跟人家讲话 出去做事情 我问你们 你们动不动脑筋 你比方说 出去 哎呦 汽车来了 哎呦 都是动脑筋的 哎呦 时间来不及了 哎呀 都在动脑筋吧 对不对啊 见人讲话 哎呦 我不要乱讲话 哇 思维在动 软磷子在流失 然后呢 都在动 好了 一天下来 我告诉你 到了观音堂了 其实已经很累了 就像汽车没停过了 一到观音堂 一静坐下来 什么都不想了 开始菩萨 你保佑我 保佑我 千周千夜 为大悲千周千年 现在知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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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念经会睡觉啊 就这个道理 因为 人有休息的时候 人就会安静 一安静 那是真的休息 所以呢 不要怕难为情 明白吗 睡着了 醒过来之后 再念 再念 再睡着 醒过来之后 再念 我告诉你 也不比你不念好 因为你要记住 你念经的时候 你是完全大脑放松的 因为你脑子里 就想到经文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就像你的汽车 关掉引擎一样 所以人就这点时间休息啊 平时都很紧张的 你们不相信啊 一个人从你边上走过 现在的人 very sensitive 就是非常敏感的 一个人走过来 嗯 嗯 对不对啊 哎哟 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在讽刺我 他在搞我呢 你说人现在活在世界上 紧张的像神经病一样的 你们说是不是啊 鼓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神经病 我发现有六个人没鼓掌 那是神经病 你们现在知道师父要掌声是这么要来的 要记住啦 人不能太紧张 神经过度紧张 真的是神经病了 家里人吵架的时候 我又没讲你了 你这么敏感干嘛 你这么神经过敏啊 就开始了 你看夫妻吵架 你说他神经病 他说你神经病 你记住了 一个人被人家说神经病 这个人一定有点神经病 但是又被人家说他神经病 他也有点神经病 那么两个人都有点神经 那么加起来 就是老神经 师父讲话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 有一个人实在吃饱饭没事干了 拿到单位里公司的电话 打电话不要钱 打个电话到人家服务 想听听人家服务 小姐的声音好听不好听 打过去 你好 008为你服务 我们是银行 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 哦 那个小姐啊 那个 我的信用卡掉了怎么办 信用卡掉了 请带上你的证件 到附近最接近你的银行 去办理一张就可以了 就在我脚下 我是要捡起来 还是不要捡呢 电话里突然之间 停了两三秒钟之后 传来了一个声音 这小姐讲了 啊 这位先生 您 请您 这个 想清楚了 我觉得您 暂时还不要捡好 因为你的这个 因为你的左脑里面是有面粉 右脑里面有水 你一蹲下去一捡 你的脑子会变成浆糊的 这个世界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乱想的人叫妄想 妄想就叫妄想症 有妄想症的人 医学上讲就叫神经病 想不到的事情 你去想神经病 明白了吗 你要稍微接近现实一点 比方说 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 如理如法的去做 实实在在的去做 应该怎么做人 就好好做人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你去看一看 在我们澳大利亚 每到星期六早上 排队排得很长 如果听说 这个月有一个六合彩 是有一个亿 排得很长 这些人就是给这个一个亿 送钱的人 大家听得懂吗 你刮得到吗 你出去买彩票的时候 你最好拿面镜子照一照 我像有一个亿的吗 这就叫妄想 明白了吗 叫妄想症 我看看赵本山一个小品 就是做梦 得奖一百万 结果就是做梦了 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吵起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到了最后人家问他 你哪来那么多钱 他说我是做梦 你们要记住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念经 实实在在修行 实实在在帮助别人 你们记住了 念经只要一年两年念下去 人的像一定会变 越变越庄严 越变越好看 如果你们发现 念经念到后来 还是这么凶 还是这么 听得懂吗 你一定没有好好地修 修到后来要像一朵发一样 听得懂吗 尤其修到几年之后 十几年之后 那朵发不是一般的发 那是连发 这几天他们法国工修会 很多年轻人非常的发心 准备了很多的吃的 而且我们海外还有很多的工修会 也来助援帮助他们 所以我发现你们呢 如果要么就好好念经 要么就去帮助别人做功德 明白了吗 而且这次我告诉你们 法国人也会来很多 法国人跟佛法非常有缘分 佛法佛法里面有个法子在吗 好好努力 今天是第一天 今天是第一天 师父这两天呢 会跟大家在一起 人什么都不要去想 实实在在做人 好好地做人 我告诉你 要相信别人 自己心中 不会有一种郁闷和称恨和怀疑心 中国古代的文化就讲到 疑心生暗鬼 你说你怀疑人家 你是不是心中就有鬼了 我老公这两天怪怪的 你说你心中是有鬼了吧 老公倒没有啊 他倒没有 他没鬼 老公你今天到哪里去了 老公说 虽然工作很忙 今天加班了 停掉 不要动 手机给我 快拿过来 啊 没事 鬼走了 叫心魔走了 听得懂了吗 我告诉你 不要去怀疑人家 怀疑人家自己心中就会难过 就会疼痛 很多人的婚姻破裂 就是你怀疑我 我怀疑他 搞来搞去到最后 你就没有佛的慈悲心在心中了 所以尽量相信人家 不要嫉妒人家 所以佛法界讲 嫉妒啊 恨啊 这些都是给人创造一些忧伤的烦恼的一个基础 所以不怀疑人家 不嫉妒别人 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你自己先束缚啊 对不对啊 我把你们都往好的地方想 我多开心啊 我觉得你们都修得很好 都像菩萨一样的 那是不可能的 师父跟大家在一起 白化佛法 我告诉你 前往前里学 深往生里学 对不对啊 你看你刚刚来的人 他们很喜欢师父跟他们这么讲 他觉得很能接受的 你要是学得好一点的人 他就希望我讲一点 深一点的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深入浅出 这就叫白化佛法 对不对啊 拿了照片就不要再鼓掌了 这里拿了一个 我拿了一个家里的爸爸身体不大好 拿了一个妈妈身体不大好 鼓掌了 他们在家里 你爸爸跟妈妈 你这里晃 家里爸爸妈妈这么晃啊 好好的开开心心 很多人为什么台长会在 心灵法门会在这么几年当中 会有一千万人跟着 不得了啊 很多人根本不出来的 他们就自修 很多人根本不出来什么 参加共修会 他就在家里念经 许愿放生 都可以在家里做的 对不对啊 像你们 已经修了 有点成果了 肯走出来 帮助别人了 有的人就在家里自修 其实自修是小成佛法 小成佛法是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 自己修好了 再帮助别人 但是像你们呢 一边在修自己 一边出来帮助别人 那也是很好的 对不对啊 你说等你全部修好了 你再出来帮人 Goodbye 下辈子吧 那现在拿照片 两张照片的呢 开始不鼓掌了 他们现在换了个形式 拿照片这样 有智慧 非常有智慧 上下比较好 碰就不太好 所以呢 希望你们呢 人家这几天呢 他们工修会啊 给你们做的饭呢 要感恩 而且呢 不要浪费 我告诉你 上次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浪费食物 这个都是有 我们说有业障的 明白了吗 不能浪费 真的 吃不下 怎么办呢 留着干净一点 先 自己知道今天胃口不好 挖一半出来 那一半干净的 可以给人家了 或者怎么样了 千万不要浪费 浪费我告诉你 全部都有业障 我告诉你 我看过一个图腾 一个小孩子 从小不会讲话 而且吃东西吃不进去 瘦得像皮包骨头 已经十三岁了 我就讲给你们一天 真的事情 结果我一看他图腾 你知道为什么他吃不下去吗 我看他的前世 一条船 你们知道农村送粮食的船 拼命地放 把米放放放 放到来的那个船 靠近水啊 吃水生的不得了 人随便边上走得不平衡 这个船水就进来了 就是有 他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子 上辈子 他在船边上啊 玩 蹦来蹦去 这里弄弄弄 把船翻了 一船粮食全部翻到水里 他这辈子生出来 他就不能吃饭 现在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这叫因果 叫因果 所以有些事情啊 我只能私下给你们讲 我希望你们的收音机 能够收听率敏感一点 好一点 你们越干净 你们收听到菩萨的能量越大 你们一求九零 不是菩萨不离 不是这个区域里面没有音乐 是你没有收音机 不信的人 你有收音机的效果不好 那是你修的还不好的人 你修的好的人 一定能成功 你们好好的修就行了 师父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听 对不对 爸爸要上班了 手表早来早去 里里歪歪砸手表找不到 对不对啊 最后他儿子 爸爸手表在那里 诶 儿子 你怎么知道手表在那里了 爸爸我一直坐在那里静静的 我就听到手表的滴滴声音了 你们想一想 一个人安静下来 是不是能听到很多自然界 你听不到的声音啊 你烦躁的时候碰到事情 非常恼怒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你说你不冷静的时候 谁跟你讲话你会听啊 你听得进人家的话吗 对不对啊 所以我教过你们呢 碰到事情想发脾气的 哎 坐下来坐下来 坐下来的人 就不容易发脾气 听得懂了吗 因为人一发脾气就是坐着 不开心了 碰站起来 他只要想发脾气 他首先是站起来 所以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火往上穿 穿的时候他不愿意有这个 人家说走路啊 不愿意走坑坑洼洼的 就直接穿起来 这火就往上穿 你们听得懂了吗 所以你们去看好了 人家劝驾 哎 冷静点 坐下来先坐下来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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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所以我告诉你 碰到事情 冷静坐下来 站着很容易吵架的 你去看公共汽车上面的人 吵架的全部都是站着的 坐着的人不吵架 我说对不对啊 很普通的道理都在人间 就是不学呀 对不对啊 好好学呀 有这么个师傅 不远万里 走东走西的来 告诉你们佛法 好好珍惜吧 真的 你们啊 我告诉你们啊 人最大的吃亏 就是毕业之后 没人管了 小时候都不吃亏啊 家里爸爸妈妈管 学校里有老师管 毕业了之后了 婚姻出问题了 谁来管你啊 看你笑话的多的是 工作上出毛病了 被人家挤呀 被人家压呀 活该 没人跟你讲的 都看你笑话的 身体上出毛病了 也是看你笑话 师父现在等于 你们毕业之后了 你们现在爸爸妈妈 把你们告一个段落 由师父来帮助你们 教导你们 就像很多宗教 有神父一样的 神父也是有父亲在那边的 我们呢 佛法叫什么 叫师父 就是父亲 所以很多人连这个都不懂 写给我 尊敬的卢台长师父 那个父就是卖豆腐的父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呀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好好地听吧 我在教你们做人 在教你们学佛法 看看那些法师多庄严呢 对不对呀 人家很多 从小就学佛的 你们肯吗 我们这里一个微方法师 六岁啊 就到庙里去啊 到现在啊 就是这样啊 像你们啊 跟师父学啊 那是菩萨的妙法 不让你们剃度啊 现在你们看看 哎呀 我一定要学佛 我要许愿 来 剃度有几个人举手啊 哦 还不少呢 怎么不举得这么高啊 我告诉你啊 记住啦 不容易的 要许愿放生的 要愿力啊 一个人真的要想做好人 做好事要发愿的 希望你们这几天过得像在天上一样 师父每天晚上给你们开试 你们会很开心的 今天 只是简单的给你们开试 明天就比较正规了 后天都 这几天都比较正规 师父都没想到 本来呢 他们告诉我说在 意大利呢 他们说 哎 小法会 一两千人 师父主要是法国 哎 我说我这个人做事情 不管在哪里 只要开法会 是弘扬佛法 传达菩萨的信息 我说我都要很认真 你看我准备了很认真 每天晚上 你看最后 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哎呀 所以 大家记住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两天 菩萨早就过来 你们有没有注意 今天看见 法国巴黎的天空 漂亮不漂亮 你们看得见龙凤来了吗 来了 我说什么来了什么 对不对 你们看见了漂亮吗 你们看见 福禄寿三位菩萨来吗 没有 福禄寿来了 因为你们里面有很多人 开法会是来求福的 求禄的 求寿的 所以菩萨还是来成全你们的 看见地藏王菩萨了吗 明白了吗 看见地藏王菩萨吗 所以菩萨的名字都有讲究的 什么叫地啊 地就是地下 地下有宝藏 藏就是藏 就是人家说宝藏 明白了吗 地藏王菩萨 他这个菩萨 他在下面救度 我们的苦难众生 他就是一个宝藏 所以连菩萨的名字都有讲究的 观世音菩萨 看世界啊 听声音啊 闻声救苦啊 有求必应啊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我呢 我不知道你们都住在哪里的 如果你们都住在这个酒店啊 附近啊都无所谓了 太晚了也不大好 对不对 因为今天晚上没叫他们准备宵夜给你们 好了 师父也累了 我看看几点了 十一点一刻了 对不对啊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法国巴黎见面 大家也想一下 人有时候像做梦一样的 你们突然之间看见师父了 开心不得了 就是个好梦 我们哪一天 你们不要看见师父 师父的级别太低了 哪一天醒过来 一看观世音菩萨 哎呀 我在天上 哎呀 我已经涅槃了 真的懂吗 你们现在看见师父 哎呀师父很开心啊 发起充满 还没涅槃 还要好好修 听得懂吗 不要哪一天不好好修 啊 醒过来 痛苦啊 一看全是掉瓶 全在医院里 也不要哪一天醒过来 被两个鬼在边上吓得来 拿了一个刀在砍 地狱了 你们有没有很多人做过粪便地狱 哎呀 在在在在在 好像在小便吃下老滑下去 边上臭的来脏的来啊 我告诉你这就是粪便地狱 如果你经常做一些下流的事情 你就是梦到粪便地狱 就人要高尚要干净 真的 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干净 我问你们 你们的脸要不要干净啊 身体要不要干净啊 脑子要不要干净啊 讲到慢回家 师父最喜欢你们讲 现在知道了吗 教你们一个方法 人要干净 外表干净是什么 洗澡 那么内脏里边 肠子里边干净是什么 不是修行 先 还没到 脑子呢 是喝水 大量喝水 冲 大量喝水冲 就是在洗内脏 所以过去皇帝内经讲 水就是万药之源 所有的药的之源靠水 你看哪一个药不靠水吃进去的啊 我告诉你水很重要 不停的洗内脏洗内脏 所以多喝水的人 一天喝个三四厘尺的话 你这个身体一定好 不会生病的 那么脑子坏掉了怎么办呢 水也没用 念经啊 明白了吗 所以要好好念经 把脑子保持干净 我问你们 脑子不干净 你们会不会害怕啊 你比方说偷偷摸摸 像你们现在都念经的人 如果电脑上一看 黄色的东西的人 看见了吧 看完之后还要假装 关起来 哎呀菩萨 原谅我 我又做错了 你说这种人有吗 肯定有的呀 我告诉你 做了贼爱心虚 不要去看了 有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不能看 你明白吗 不应该说的话不要说 因为你说完了之后 你会后悔的 一句话一出去之后 好了 明天下来了 一个人不能随便讲话 做的动作不能乱来 明白了吗 还有思想不能乱想 你就算没有讲话 但是你脑子里想了 菩萨知道 那么意念犯罪也不行 明白吗 你们女孩子都懂的 看男人 这个人坏不坏 比方说色不色 你一看他 他一看见女孩子 他是怎么看你的 他如果很正规的看你 他没有这种色眯眯的眼睛 明白了吗 一般的男人如果色眯眯 他眼睛 明白了吗 或者 这叫什么 所以有个歌曲 你们自己都唱出来了 现在的歌曲都是唱过去 唱你们自己的心声啊 我都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歌 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那个叫什么歌的 你们听到过这个歌吧 你看 你说你去看人家好好看 哪有跑得去看 你好 神经啊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 这叫不正经的看 所以孔老夫子说 脑子正的人眼睛看出来也正 你去看好了 interview的时候 比如说人家老板 今天你要去找工作 对不对啊 他老板有事 老板 我 因为我过去 我有很多认识 师父很多的老板 他们都跟我讲起了这些 他们要考试的时候 有意的 他们怎么样 他就有意跟你在 interview的时候 叫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他比方说 某个部门的经理过来走进来 他就一直看你 你跟老板在interview的时候 人家一走进来 你的眼睛 老板也看你 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思想不集中 跟老板讲话 思想分心 而且好色 你听得懂吗 是这个道理的 我告诉你 有一个中外合作公司 正在招生 招生的 来了大概五六十个人 在这个房间里等 讲好十点钟interview的 但是呢 一直没人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五六十个人在里面 有些人没进了 有些人就看手表 看手机 有些人就在脚踢踢 什么东西 对不对啊 后面来了一个人 准时赶过来的 一赶过来之后呢 在那里一直站在那里 很稳的站在那里 好像很心很定 过一会儿坐在那里 一看地板上有 几团脏的纸慢慢捡起来 把它扔掉 过一会儿 一个考试员出来了 好 今天我们的interview 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回去等通知吧 一讲 根本没有问我们 没看怎么就结束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装了个摄像头 这个房间里的五十多个人 每个表情全部给他们知道 有的人着急 有的人就说明你这种人 不配做经理 不配做一个领导人 全部fire 只有这个人一直稳得住 很有耐心 而且把边上不起眼的垃圾 垃圾啊什么东西 垃圾全部扔到垃圾桶里去 就是他 宣众他 所以要记住 做事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对得起自己良心 我们学博的人本身就不是给别人看的 因为给菩萨看的 给自己 不是做 不是给自己看 也不是给人家看 你对得起菩萨 天地鬼神都知道 所以修心实实在在 师父不在 你们很努力 没有用的 师父不在 你们不努力 你说菩萨还是看得见 要师不在师不不在 你们都很努力做功德 那就成功了 对不对啊 好了 今天呢也差不多了 那么明天 师父再跟你们 再跟你们接触 所以 这个大楼的电梯蛮好玩的 透明的 刚刚师父下来的时候 一层一层都电梯门一开 师父你好 又关起来 就看得见 所以师父这两天跟你们在一起 我呢 如果真的爱你们呢 希望你们好好修 等到哪一天 醒过来 哎呀师父 我怎么跟你可以 永远在一起了 那已经在天上了 人很 所以记住了 每一天 密宗里边 有一个法门讲到 就每一天就是一生 早上起来要珍惜 不要睡懒觉 所以为什么 法师必须早上很早起来做早课 就是一天 自己在已成 对吧 一年自己在已春 所以这个早上很重要 早上做早课很重要 然后不要浪费自己一天时间 中午啊 下午啊 可以睡一会儿 然后呢再念经 这两天你们把什么事情都抛开 既然来参加法会了 有人给你们供养饭 你们就自己不要烧饭 什么都不要管 就好好念经修行 接受菩萨的加持 你们看看 你们回去有没有效果 很多人 不要说回去了 当场就有效果 很多人在这里 为什么拿着照片 对不对啊 有一个人拿着个照片 跟师父握了握了手之后 他说妈妈你好点了吗 刚刚跟师父握过手 妈妈说 我刚刚痛得不得了 现在马上就好了 他就说是师父 其实我不认为 我觉得是菩萨给他加持 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心诚则灵 希望你们好好学佛 好好修行 再见 好好努力啊 大家好好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法师啊 师父很开心 对不对啊 你看虽然你们鼓掌这么轻 但是我把你们当几万人 你们知道吗 好了 你们知道吗 鼓掌活血 为什么鼓掌对心脏好 为什么知道吗 食指连心的 所以很多人平时不是手要动吗 所以你们拼命鼓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鼓了我也走了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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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